大家好,我是秀芬妮 今天我們要玩的遊戲叫做火炬之光無限 它是一款以自由暢快的打寶體驗為主打的跨裝置遊戲 跨裝置的意思就是你用手機或是你在家用電腦都是可以遊玩的 它預計今年10月會上市 目前已經開放了手機的雙平台預約 看完我的介紹如果有興趣的玩家趕緊手刀預約起來了 第一個是這個狂人雷恩 它受到攻擊會產生怒氣,怒氣會提高傷害跟攻速 怒氣達到上限會進入暴氣狀態 我覺得它這個遊戲的角色做得是算蠻好看的 而且它的技能,你看它的技能真的都蠻華麗的 我從以前就很喜歡玩這種打寶遊戲 我們看到聖槍卡里諾 它一個是榮光遊俠 一個是致命掠影 它有點像槍手的感覺 使用投射物技能消耗彈藥 就是遠距離攻擊的 這個是冰焰吉馬 一個是什麼 冰火融合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冰傑之星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使用冰冷和火焰技能 融合專精 就是法師的概念 是時空見證者 遊家 一個時空幻象 一個是時空流氏 借助時空之力創造扭曲時空 指揮官莫托 這個就是它會召喚一些小弟來幫你打架 召喚一些機器人有沒有 召喚物的 這個感覺不錯 可以做完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 一個重點特色啊 就是它的天賦 跟它的技能系統 它每一個職業 有很多技能點可以去做搭配 可以讓你變成各式各樣的流派 不是多有一個職業 就是兩招三招 讓你從頭放到尾 這樣會變得超級無聊 可以依照你們所選擇的技能 去做你們天賦上的搭配 你們用的技能就會變強 這是它的天賦界面 這個遊戲的技能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因為它的種類非常多 中間這個是主要技能 右邊這個是連鎖技能 右邊這些技能 可以來強化中間這個技能的效果 你看它中間這個技能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這麼多 可以讓你選 那以65等的角色來說呢 光主要技能就有將近100種 然後連鎖技能就有將近40種 所以說呢是非常的多樣化啊 可以讓你嘗試不同的流派啊 再來呢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遊戲的 異界系統 你隨著遊戲的主線任務的推進呢 當然還是會有各種有挑戰的冒險等著各位 這個就有點像是那種副本的感覺喔 那在異界中的敵人呢 不僅在等級跟強度上有著明顯的提升喔 也提供了更多的寶物掉落機率喔 比起主線劇情關卡擁有更高的收益喔 那異界系統中呢 具備五個環境及屬性不同的地區喔 那五個地區呢 它有不同的屬性喔 然後這個就會影響到你這個人物的抗性 那最後一個這個就是這個監視者 齁 你如果要衛面監視者的話 還需要再收集九個這個 這個眼睛啊 那這個眼睛呢我們就打這個 小小關的喔 就會有這個眼睛 監視者如果挑戰完之後呢 齁我們可以進一步 再挑戰遊戲中的終極頭目 萬戒之術 藉此來獲得珍惜的技能 以及獨特的傳奇裝備 再來呢 是它這一次的黑巢來襲的賽季公開喔 在本次所開放的黑巢來襲賽季中 地圖呢會隨機出現特殊的異模 也就是說 你看一下 現在地圖上會有一些紫色的怪物喔 你打敗他們呢 就可以累計這個右上角 這個紫色的侵蝕度喔 當侵蝕度的能量儲備滿時 可以進行這個釋放氣息 藉此吸引大批的異模前來喔 那擊敗這些怪物呢 你除了可以獲得更高的報酬以及獎勵 還能夠開啟 侵蝕打造的系統 隨機賦予心理裝備 額外的新能力喔 那再來呢 身為一個打寶遊戲喔 能夠自由交易當然是超級重要的 很多遊戲呢都不能交易 全部都是綁定的 我個人就覺得失去了一大樂趣 因為打寶遊戲你打到的寶 就是要拿去賣才會爽嘛 那透過交易行呢 你可以更方便的搜尋到你想要購買的裝備喔 是不是超級方便的 以上就是這款對這個火炬之光無限的一些介紹喔 希望各位會喜歡 那如果大家對這款火炬之光無限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他的官方網站或是粉絲團看看最新的訊息喔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再見